很多人对头发的保养会有一些偏方和说法 但这些都是真的吗 一起来看看吧 吃黑芝麻头发会变黑吗 答案不会 头发变黑 主要靠毛囊里面的黑色素细胞产生黑色素 如果黑色素细胞减少或产生的黑色素颗粒减少 头发颜色就会变黄或者变浅 黑芝麻确实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以及黑色素 但这些营养元素作用力太小 吃进去后并不能被充分利用 所以吃黑芝麻并不会让头发变黑 但可能会让发质变好 头发剪短会长得更快吗 答案不会 头发每天都在生长 其速度约保持在每天0.35毫米 一般一个月能长1厘米左右 毛干的生长速度取决于毛囊下部的细胞分裂速度 而减头发只作用于毛干 对头发的生长并没有影响 所以剪头发并不会让头发长得更快哦 长了白头发可以拔掉吗 答案建议不要 拔头发可能会损伤毛囊组织 引发毛囊炎 严重时还可导致局部永久性脱发 此外 频繁反复白头发会损伤头皮 引头部皮肤松弛 拔白头发不会重新长出黑发 而且很容易伤害头皮 如果很介意白发 可以用剪刀把白头发剪 为什么头发有直有卷 答案和毛囊形状有关 头发的卷直和毛囊的形状有关 不同形状的毛囊决定不同的头发 如果毛囊呈椭圆形或肾脏形 头发就会显得短而卷 如果毛囊呈圆形 头发就会显得直而粗 如果毛囊呈卵形 头发就会呈大卷或波浪状 大部分毛囊形状是天生的 但如果长期安历的或心情欲击 头皮会收紧 毛囊为了找到生长空间 就会扭曲 这也是为什么直发会变卷的原因 头发会和身体抢营养吗 答案 不会 头发由毛囊 发根 发干等部分组成 我们所说的头发通常指发干 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 不会新陈代谢 也不会消耗营养 头发中只有毛囊在新陈代谢时会消耗营养 而且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跟头发的长短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 毛囊消耗的营养很少 所以不用担心头发会和身体抢营养 分开 毛囊 未复松的属性 控营养 机会